各位企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是象棋中的基本战术 所谓的基本战术指的是象棋作战中的一些常见的进攻技巧 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战术的名称是抽吃战术 在这节课里面会给大家清楚的介绍三点知识 第一,抽吃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抽吃都有哪些常见的形式 第三,抽吃在实战中该如何去运用 好,接下来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抽吃战术 抽吃是指利用将军 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利用将军 这个将军指的就是攻击敌人的老将和帅 那么通过攻击敌人的将和帅来顺势吃掉敌方的大字 称之为抽吃战术 那么这个抽吃战术有很多形式啊 比如说单子可以抽吃 例如象形中的单狙、单马、单炮 这些子都可以进行抽吃 另外多子可以联合抽吃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两个字以上进行配合抽吃 比如说狙炮、马炮等等 好,接下来就为大家逐一介绍一下每一种抽吃形式的特点 我会举几个经典的例题给大家分别做一下介绍 好,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这道题我们首先看一下 红方是一个狙,黑方有一个马 那么这道题是一道非常简单的抽吃题 首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抽吃和敌人的老将有关联 要利用将军 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先看看哪个地方可以将军 比如说这第一步棋 红方明显可以走这个G2平6将军 那么这个G2平6将完军之后 黑方这个老将便要进到中路 那走到这里 我们只要稍微的看一下就能发现 黑方的将和马形成了一条线 那红方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在平中将军 这样一边将军一边吃马 这样黑方就要丢死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称它为抽吃战术 利用将军来吃掉敌人的大字 这道题本身很简单 但我们在这道题里到底学会什么了呢 是不是仅仅只是一道题的答案 假设再换一道题 是否还能看出来呢 这就说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三点 如何在实战中去运用 对于初学者来讲 要想提高这个战术运用水平 首先第一个要锻炼的就是观察力 观察力是前提 没有观察力就没有什么战术可言 那什么是观察呢 观从字面上来看是看的意思 查是发现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会看棋 还要学会通过看发现问题 那么在下棋的时候 是没有人提示我们该如何才能发现问题的 例如车这个字 好我们再退到刚才的原始局面 那么车这个字 我们该如何去观察呢 接下来就为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如何观察 车这个字 车这个字在我们象形当中 它的属性是走直线的 横线和竖线 车走的距离非常远 如果没有人阻挡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一看 竖线可以走十个点 横线可以走九个点 那么在这里我们观察一个棋子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 要保持它的宽度 也就是说我们得能看到它所有能走的点位 比如说这个G在直线上 这十个点当中 你通过观察能发现一些什么呢 可能有些地方没有作用 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 在这竖线十个点当中 哪些地方有用 哪些地方没有用 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子等等 比如说我这个G走到底线 可以攻击底下 我可以先记住这一点 可能这一步棋暂时没有作用 比如说这个G走到宫顶线 可以攻击黑方的六路市 那么比如说这个G退到我们的兵线 可以攻击黑方的马 在这个底线 宫顶线和自己的兵线这三个点上 有三个可以攻击的子力 那我们再看一下横线 横线呢 现在黑方有两个足 比如说可以走到边路 吃掉边足 也可以平到三路攻击底下 平到四路呢 可以攻击羊角士 平到五路可以攻击黑方的马 平到六路可以攻击将 平到七路可以杀足 威胁敌人的底下 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一段 就是我们这个G的一个简单的观看 这称之为观看 那我们通过这个观看 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发现问题呢 在这里面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去观察敌方的走期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发现问题 必须得去观察敌方 他的刑期规律 比如说我们这个G的平期杀足 杀完足还杀着黑方的底下 那大家想一想 黑方的底下会往哪里走呢 一是可以走到边路 二是可以走到中路 通过观察敌人走期 你才能发现问题 比如说敌人的向上走到边路 那我们马上就能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地方可以捉霜 是不是 这就叫观察 那如果他是飞到中路有没有问题呢 那就没有问题 他两个向很安全 所以我们要想发现问题 必须得观察敌方走期 他的规律有哪些 所以我们在看期的时候 不要只看自己 对吧 这个发现问题 就是从敌人走期的方位上来观察到的 这是从横线和竖线 两个方向去观察的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抽将战术 其实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吧 我们通过这个对老将的观察 发现了这个将和马在一条线上 所以就利用了这个将和马来进行抽斥 那就是说 红方这第一招居二平六 黑方这个将四平五 它是一步有问题的棋 但是作为黑方来讲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讨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不仅要增强自己对这个棋子观察的宽度 还要学会不断的去发问 通过观察敌人走期的这个动向来不断的发问自己 他有没有问题 保持这个观察的宽度 保持对黑方敌人走法的提问 那我们就有可能会发现这里面的战术 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习惯 一旦养成 那我们对这个棋子的观察呀 就会相对比较清楚 比较准确 就能找到敌人他走期的问题所在 所以大家以后在下棋的时候 或者是看题的时候 要保持这样一个习惯 刚才我们只是简单的阐述了一个G 怎么去观察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马 马这个子如何抽江 如何观察 好 这道题呢 就是一个马的抽吃战术 那么在这个盘面下 红方是一个马 黑方是一个G 我们要利用这个马将军去抽吃这个黑G 既然是利用将军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第一步棋 哪些地方可以将军 那这第一步棋呢 红马可以马而进三 也可以马而进四 马而进四的话 黑马老将上去 那么这样这个马和G 就形成一个田子格的状态 在我们这个象形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一田三不吃 也就是说当一个马和一个子 处于一个田子形的时候 那么是在三不棋之内吃不到的 所以这个马而进四第一步 肯定是错的 那么这个马而进四是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马而进三 马而进三的话 黑方只能上将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 红方就隐藏了一步抽吃战术 就是马三退四 一边将军一边吃鞠 那么这个黑方的鞠啊 就要被吃掉了 所以马这个字 它和鞠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马是走斜线攻击的 马这个字 在这个中心的时候 最多可以走八个点 比如说这个马的位置 就可以走八个点 那么在边路的时候呢 也可以走四个点之多 所以我们在观察马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马的这个攻击点位找到 进行对比和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一个棋子的时候 不管是鞠还是马 你首先得能看到他所有能走的点位 你先不要管他有没有用 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察子力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对这个子的属性的了解 同时要保持我们观察的这个宽度 也就是说一定要看到这个子能走多少地方 这对于初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单炮 好 这就是一道单炮抽吃题 那么观察炮这个子啊 和观察鞠这个子是基本上差不多的 因为炮的走动方式和鞠的走动方式 是完全一样的 除了这个吃子上 它是不一样的 对吧 鞠是可以直接吃 而炮的需要有炮价 那么观察炮呢 也是需要把这个直线和横线 所能走的点位进行分析和对比 比如说这道题 红方这个八路炮很明显 对吧 走到底线可以将军 那么黑方的老将就必然要上去 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仔细的观察 就能发现 红方可以再退一步 打黑方的老将 打黑方的炮 现在黑方无论是走势 还是走将 红方均可以把黑方这个炮给打掉 这样红旗就转了黑方一个炮 就说一定要增加我们对这个子观察的宽度 好 刚才摆的这三道立题呢 都属于单子抽吃 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下面呢 给大家摆一道双子抽吃的题 好 这就是一道双子抽吃的题 这道题呢 是狙炮配合 沉底炮和狙配合进行抽吃 也是我们下期当中非常经典的一种抽吃形式 那么从目前这个盘面来看 红旗这第一步棋 很明显可以居而进五 走到底线进行攻击 那么黑方便要下市 这个双子联合抽吃 就不能只观察一个子了 就得看两个子 比如说狙这个子 还有炮这个子 现在狙和炮包括将和市 都在同一条直线上 这个狙呢 只要一旦离开这个红炮 就会攻击黑将 那我们这个狙就可以选择一个地方 利用这个炮将军去抽杀黑方的大子 现在黑方有两个大子 一个是狙 一个是炮 那么这两个子我们抽哪个呢 那我们得观察一下 这两个子有没有人保护 或者说能不能抽 比如说这个狙 它有项保护 以及抽狙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个炮呢 暂时没有人保护 所以红方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狙二退散 抽吃黑方这个炮 那么这两个子抽吃战术呢 相对来说比一个子 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它需要一个配合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只观察一个子了 对需要同时观察两个子的作用 比如说炮这个子的作用 和狙这个子的作用 所以这个观察 对于战术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抽吃战术 主要是利用将军 对吧 这个陈底炮 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下面给大家再摆一种形式 好 这种形式呢 叫做空心炮 和这个陈底炮 都是我们下戏当中最常见的形式 那么这道题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抽吃 比如说红方 居二平五 这是唯一能将军的地方 黑旗呢 只能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黑方这个狙炮 我们应该抽哪个子呢 肯定要抽狙了 因为它这个炮有相保护 所以你抽到的炮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炮将军 去抽吃黑方的狙 这样黑方就要丢辞了 那么大家除了这个 了解这个抽吃战术的特点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要学会 如何去观察自己的棋子 如何培养自己的观察力 我们在下期当中啊 或者做题当中啊 要有意识的锻炼自己这个看棋子 他这个方向的能力 慢慢的养成一种习惯 我相信大家这个观察力啊 一定会得到提高的 好 今天这个抽吃战术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说到这里 下一节课呢 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进攻方式 好 感谢各位期望的观看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